美中贸易摩擦 美国消费技术协会最近就特别警告 下半年美国经济可能陷入川普衰退 东森新闻特别联手知名华人企业 互惠财富集团 由资深理财专家来说明 如何提早规划一份保本保底的终身收入 优新美国生起贸易保护主义 将持续威胁到本国经济 包括美国消费者技术协会 与美国全国企业经济协会 最新预测都指出 2019年经济成长将出现明显放缓 也就是最新名词川普衰退 影响所及互惠财富集团 资深理财专家特别提醒 华人退休规划更要考虑 先保住终身收入 终身收入是一个很好的概念 但很多人会担心说 现在我一年拿就是两万块 那我二三十年以后通膨嘛 我拿两万我会不够对吧 所以有些产品它的设计也是会 把这些客户的这种考量 它会放进去的 有些产品它会每年你的收入 它可以给你加3% 你可以选 每年的通货膨胀是3 那我们每年的收入会增加3% 那有些产品呢就更有意思 它就会考虑得更多帮客户 就是说你在领终收的收入 是不是每年的收入应该跟着股市而成长 除了建议民众 2019年投资美国第一步 应先把不确定性风险放地意外 资深理财专家还分析 投资还要能规避通货膨胀 一个产品特别好 就是它考虑的是未来 比如说你开一个10万的账户 它的红利比较高 它开户就送22% 所以客人一开户就12万2 对不对 好 那么它10年以后呢 假设就是因为它里面每年 有指数的1.5倍的高参与率 所以可能10年以后 客人的账上已经变30万美金了 OK 好 那么它开始退休领钱 这个款呢我就觉得很特别 它跟普通公司不一样 因为普通公司的那个 每年的终身收入是level型的 就都一样 不会变的 那缺点就是你10年 20年后就不够嘛 对不对 它这个每年会跟着指数翻倍成长 至于更多华人习惯 被动投资股市的需求 互惠财富集团资深理财专家 则分享善用美国指数型保单 比如说你60岁 然后你今年拿5%的终身收入 那第一年就是30万乘以5 就是1万5 对不对 好 那第二年股市涨了 涨了10% 它这个公司呢 会有1.5倍的参与率 所以你的10%就变成是15% 它给你15个percent 好 那你本来不是拿1万5吗 那第二年就不是拿1万5了 它是1万5去乘以这个1.15 然后每一年都是这样涨的 万一有一年股市跌了 它就会停在上一年的最高值 然后一直付到人过市为止 所以我们有客人 第一年领1万5到第10年 已经开始领5万块一年 且满足更多华人 喜爱保守型的投资需求 互惠财富集团还能善用 附加条款提供长期看护 但是我们也还是鼓励客户 要分散投资 就不要掉在一个地方 所以你可能20万 你可以7.5的开10万 然后这个开10万来分散投资 有的就是享受到了 长期看护的优势 有的就享受股市 节节成长的优势 所以这两个产品 我们在帮客人 做退休规划的时候 是比较常用的 然后也都没有什么费用 所以客人可以来咨询 或者来听演讲 且贴心帮华人考量 退休后终身收入 互惠财富集团 还专门设计出独家保单 但是它里面有长期看护 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 就是说万一你得了长期看护 它的收入就double变2万2 然后多出来部分是tax free的 这个账户我们都鼓励 每个客户有Aira RASAira 401都可以开 因为在现在这个大环境 就是说市场开始到了比较高位 可能今年还不错 对吧 可是明年以后怎么办 那有的客人在高位 他就考虑要分散投资 我不要所有东西都放股票基金 因为万一像12月 一定要掉20% 对吧 那退休的收入马上就打折了 所以很多人开始在这个高位 时候就开始寻找好的商品 互惠财富集团立足全球金融中心 且拥有众多高端人才 能帮助华人家庭完整规划出 最合适的终身收入 观众想了解更多 请上互惠财富集团官网 报名6月份春夏沙龙免费讲座 东方新闻李作亚 益鸿志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